- 接下来我们赶紧来看看最近的车市新闻 手牌车迷们有福了 因为BMW的M2 competition 要引进的是限量的手牌版本 对不对 艾达 曾几何时 手牌车已经成为稀有动物 以前大概就是大家都是开手牌车 后来在手牌车就越来越少 状况之下只有流行的一句话叫 出手牌我就买 是的 所以网友这变成在网友之间口耳箱 非常热门的一句话 那现在真的手牌车都出了 其实现在最近这几个月看起来 好像有点手牌魂 这个重新燃起手牌魂的一个感觉 你看Mazda的M5也出了一个手牌的车子 然后86也有手牌的车子 对不对 那现在M2的Campation也出了手牌版本 那当然B&W还是价格算是比较高 因为M2的Campation手牌版本 要价是370万 但是它不会因为手牌就减低了一些动力性能的配合 没有 它一样是S55的3.0升的直6 双涡轮增压引擎 账面的输出大概是来到了410匹的最大马力 以及56.1公斤米的扭力 这个急速上看270公里 那当然手牌车有没有开起来比这个 所谓的现在的自牌车或是双离合车来得快 其实难啊 因为我记得我在18年前的时候就做过一个 那个时候这个B&W的M3 刚刚推出的这个在E46世代的时候 刚刚推出的SMG的一个换挡系统 虽然现在在收藏家眼中 当年这个SMG视为票房 不是票房毒药 现在收藏家眼中的毒药 因为很容易坏 开起来又不舒服 还是手牌比较值钱一点点 可是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手牌人 去做手动牌挡的一个换挡的这个速度 比SMG还要慢 也就是说现在自动牌挡的换挡速度 比人去换手牌挡还要快 然后直线加速可以做到自动牌挡 比这个手牌挡还要快 甚至我们每次说要跟子补油 对不对 自动牌挡不用啊 它会自动帮你补油啊 所以它是有非常高的一个 这个技术面的存在 但是男人总是想要有一个掌控欲 尤其是驾驭的这种乐趣 所以我要能够自己去换挡 我要能够超转 对不对 我要能够空挡 空吹 我要能够甩尾 我要能够弹离合器 这才是可能就是这些 手牌米上面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今年BMW真的不断地打出好牌 除了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 M2 Competition的手牌之外呢 其实近期呢 三系列也要推出 320i的M Sport是不是 志希 没错 关于之前三系列大改款的车型 上市的时候 其实在国内只有导入 330i的一个比较高线的动力 那其实它有分 Luxury Line跟M Sport 那M Sport冠仪 我们也有去试驾过了 对 可是其实呢 有包含我自己 其实身边有一些 对这个极具的中大型房子 有兴趣的朋友 都会问说 其实新的三系列 感觉它的进化的幅度 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呢 首波的市场只有320i 第一它们的动力需求 可能不是那么的大 再来就是呢 售价其实 以这个价位带来说 其实也是比较高阶的一些车型 那近期呢 BMW终于也导入了非常多油 非常多的车迷朋友 期待的320i 这个比较低阶一点点的动力 那而且呢 我们之前试驾的M Sport版本 其实它要价275万 现在呢 展开预阶的320i 而且是标配M Sport套件的这个车型 它的预售价值要229万 所以其实这个降价的幅度 其实我觉得还蛮多的 那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呢 以前呢 我们比较低阶的 低动力的车型 它配备比较阳春 可是现在呢 其实这个极具豪华品牌 它们主要还是以动力来做区分 在配备的部分呢 包含它新世代的很多 车身设计的结构啦 技术 包含它车内的虚拟座舱啊 数位仪表 数位中控台手势控制 以及AirCare的这些功能 全部都是完整的 移植到320的上面 并没有打折 而且大家很喜欢的 BMW的这个辅助驾驶的系统 5AT的这个套件 也是整套 完整Level 2的整个系统 也是都在320上面 是标准的一个配备 那基本上 只有在动力上面的一个区别呢 它的最大马力是184匹 其实也有30公斤米的一个扭力 0到100呢 其实也不用8秒 所以以数据上来说 搭配它M Sport这个风格 其实我认为动力也是绝对是绰绰有余啦 没有真的那么高要求的话 其实也是够用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因为它是M Sport 所以它有包含非常多M款的套件 像是空气力学的套件啦 以及车内门板啦 方向盘啦 这些都是有一个M的这个logo在 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热血 不过和330比较不同的是呢 它的它并没有搭载M款的跑车悬吊 所以它悬吊并没有降低10mm 以及它的卡钳 并没有大家很熟悉蓝色M的这个卡钳 但其余的部分呢 都是和之前我们试驾的330和M Sport 基本上是一样的 现在车场还蛮好的啊 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心里有纠结说 我想要M Sport的套件 可是呢我又不想要花这么多钱去选配或什么的 它直接就配给你 你就完全不用再想了 直接选就好了 那当然也是希望说 能够在这个房车的市场上面 能够杀出一片 就是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成绩啦 那当然我们看到了刚才的这个房车市场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呢 SUV的市场当中呢 也有新同学报道了 前一阵子呢 这个Kia的Stonic也来到了台湾 那我们要问一下大维哥 以这个Stonic它的这个竞争力来说 在SUV的市场 它是不是可以胜出呢 我觉得这次Kia它的Stonic的推出 终于可以说是终于等到了这款 相当这个新世代的一款这个SUV 这款车子其实它早在两年前的 法兰克福车展它已经秀出来了 然后国内一直是到最近才在这个国内发表 那这款车子它在整体的一个 产品设定上来讲的话 其实也算是有它的一个竞争条件 因为它入手价69.9万就可以买到 69.9万其实就是国产 这一级车子的一个入手价格 但是它这69万它是一个 用的是一个1.4升的引擎 100匹马力的 假如你要用它这个 这次引进说表现最好的 1.0升三缸那个引擎的话 那就要你要进阶到79.9万的车型 而79.9万车型 以上到89.9万双色车身的 这样的设定 其实它的整体设计来讲 不管是在造型上面 或者在内装上面都会感受到 韩国人在这个造车的工艺上面 的确是蛮厉害的 当然这也要归功于 他们找来 Pieter Scheidre这样子的一个 欧洲的一个设计大师 替它做了一个车型的改造 另外在这个Stonic上面 它延续它先前Picanto 最早导入AEB或6G气囊 这样子的安全的风范之下 在这个Stonic上面 它从69.9万起 它就全面导入了Smart Sense 就是它的主动安全配套 像是AEB或者是LKA LDA等等的 它全部都纳入进去 除了ACC没有之外 我想这也是相当难得 因为现在大家要买这机车子 看的就是这样安全 另外在它的一个产品上面 你会觉得你坐进去 你会觉得它空间 还有它进去的时髦感受 都会蛮不错的 然后这样整个产品 让它当然就在市场上 有它一个受到瞩目的程度 可是必须话也要说回来 KIA在国内毕竟是一个小众品牌 在市场上你比如说 我很小兴趣 但我要买我不晓得到哪去买 或者是日后维修 或者是它的二手产质 都是你在进场时候 必须要考虑到的 可是我们消费者 其实我觉得有个好处 就是说在这个跨界休旅车里面 又多了一个选择 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 那看完了这个讯息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电动车的市场 我们前一阵子也常常在讨论 电动的汽车 可是电动的机车 市场其实也越来越大了 我们要来看一下 近期其实政府之前 已经也有对电动机车 来进行补助了 可是最近开始追加 电动机车的预算的部分 是不是为了要平息之前 很多人都在说 政府好像独厚 是很多人是这样讲 没错 对 甚至是很多机车的 统业 他们也说 你这个补助根本就是 针对狗狗狗而来 对 但其实这里 我可能想要帮政府 或者帮狗狗狗 稍微讲一下话 不可否认的 在此之前 像最近 Yamaha也踏入了这块领域 光阳也开始有动作了 母家庭也有 对 大家都开始有动作 但是在之前 这两三年前 事实上确实 只有GoGoRoe在这方面 着力最深 所以你一补助 当然几乎全部都补助到GoGoRoe去 那政府的做法 我认为也没错 坦白讲我相对是 在车友来讲 我是比较环保挂的 我觉得应该是要让车子 尤其是像机车这样子的 交通工具尽可能的 尽量的导入电动化 因为他们在城市内 这样的绕行 带树什么的 那个废气那些碳排放物 确实对人体是有伤害的 所以政府继续延续 他现在是说 下半年他继续会 因为上半年6亿 这边有看到 6亿已经用完了 那怎么办呢 只好追加预算 追加11亿 所以今年总预算 可能会到16亿多 所以他的补助 至少在今年 在今年结束以前是继续的 像我们现在有看到了 新购1万块到7200块不等 然后像是他就换新 1万元的工业局的补助 或者是环保署这边 新购货胎就换新 最高3000元的补助 这个东西都会延续 甚至有人说还有可能加码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看到 所以我们先不要管加码的东西 再加上我们都知道 各个地方政府 也会有他自己的补助方式 像我们都知道桃园 桃园市政府 他补助的就最多 所以全部加起来的话 我会觉得说 今年如果你有换 换购新的电动机车的想法的话 我建议是在今年 还是赶快把它做完 这样子因为政府 它是有一个推动的五年的计划 那今年下半年增加了11亿 那钱哪来 它并不是新增预算进去 它是把之后年度的预算 先挪来这边用 也就是说从明年起 政府的说法明年还会补助 但是补助的项目 跟补助的款项 可能就不见得有现在这么好了 懂了 所以你现在如果要买电动机车 我是建议在2019年结束以前 还是赶快去享受这个补助 然后这样子 你一方面又可以比较省钱 一方面你又可以顺手做环保 对 额乐不为 对 讲到电动车呢 我们马上一定会想到的就是特斯拉 而且近期呢 特斯拉又有一些新闻发生了 就是为了要增加产能呢 竟然有员工报说 真的太血汗了 艾达怎么回事啊 这是美国的一个财经媒体 CNBC的报道 当然他们掌握了四位特斯拉产线员工 出来爆料的一个内容 那当然标题是说这个雪汗工厂 为什么雪汗呢 因为他要抢着 将这个Model 3的这个产能 大幅的能够提高来去交车 所以呢 当然在这个工厂不足的状况之下 或者是工厂一些问题 甚至在寒冷的冬天 在户外搭个帐篷就在煮车子 所以他说这个员工工作起来 是相当的辛苦 他把标题定义为 这个雪汗的一个工厂 但是其实我并不是这么看待这个世界 我反而绕过回来看 一步攸关这个交通安全的车辆 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 在这个路边的帐篷来去做组装呢 甚至这些员工还爆料说 特斯拉这个产线上面 在组Model 3的时候 有一些零件 因为天后气候的变化 极度的弹冷 所以导致这些一些塑胶的零件 产生了裂痕 甚至是断裂的状况 我问你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坏掉的零件 拿下来 瑕疵品就换掉啊 对 拿等新的零件来装上去 没有 特斯拉线上的主管告诉他的员工说 欸 你去菜市场 我骂了 你去超级市场 马来西亚电火煲 把这个黏黏的 拌去的地方黏黏 再把它倒掉 有这种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行为 甚至还有他这个产线上的员工报告 这四位员工其中另外一位报告说 诶 这个零件有缺哦 他为了不要让车子卡在生产线上 他们等零件 所以说 这没倒没关系啦 车先要过啦 后一部车再来倒啦 拌去的间譚